小伙子呢,张勇是江西人,从小也没有读什么书,初中没有毕业了就待在家里,然后小伙子呢也是比较踏实肯干,就在工厅上干些活,这些年呢他自己也有存了一些钱,后来呢经过别人介绍给他找了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叫阿霞 阿霞呢跟他是同一年的,就是相差月份,阿霞呢就提出了两个条件,就让他在老家建一个三层楼的房子和拿十六万的礼金 张勇的父母呢也是认为他想要他早点成家,因为张勇是家里面的独生者,所以呢就答应了阿霞的要求 张勇之后呢他们就在家里面建房子,几个月后房子呢修建好了,他们之前的积蓄呢也用完了,还欠下了一些债 到后面呢,到后面呢,到后面呢,到后面呢他们就,就东披西臭的,去臭了十六万,拿到阿霞家去,把阿霞给取回来 然后家里面呢也添加了一些家电 婚后呢,他们算了一下账,总共呢还欠了几十万块钱 结婚之后呢,张勇也是,比较就是希望阿霞能够过上早点,早好一点的生活 他呢也是出去到外面,加班加点的工作,每天省吃解用 到后面呢,还是终于累倒了 同事们把他送到医院后呢,阿霞知道后也到医院尽心尽力的照顾着他 之后看到张勇为了这个家呢,累倒在床上 这时呢,他就决定说要两个人一起上班 这样呢,就能早一点把钱给还了 张勇听到了也是非常的感动 但是还是不放心他一个人 但是阿霞说呢,邻居就在广东已经坐了两年了 他跟他一起去 张勇呢,答应了 第二天呢,阿霞就和他老乡到了广东 到广东之后呢,他们去进了一家制衣厂 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六千元 阿霞呢,就转了四千块给他老公 就留了一千做生活费 一千做保证金 到了第二个月也是罢了六千元 阿霞呢,也是像上个月一样 到了第三个月呢 阿霞就给他老公 转了三万块钱 这时呢,他老公觉得不对劲 就打电话给他 但是他说,这就是自己辛辛苦苦的挣来的 到了第四个月呢 阿霞给他老公转了五万 这时呢,张勇也是打电话问他 他呢,也是给他同样的答复 到了第五个月呢 阿霞直接给他老公转了十六万块钱 看到这些树木 张勇愣呢,觉得很惊讶 马上打电话去问阿霞 阿霞呢,也跟他说 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 这个钱呢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 叫他不要想那么多 就把电话给挂了 但是张勇呢,挂了电话后 越想越不对劲 就像在外面你不吃不喝 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呢 也不可能挣那么多钱 觉得阿霞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 当天晚上呢 他就订了去广东的车票 他呢,也一直要去找阿霞 阿霞呢,就叫他不要去找他 说他要出差 到了广东之后呢 他就去到阿霞以前的制衣厂 看到了当时和他一起的 那个邻居就上前询问 邻居说呢 坐了两个月之后就没坐了 后面就没有联系 所以,张勇呢,就走出制衣厂 一直给他老婆打电话 但是他老婆一直都没有接 到了晚上之后呢 阿霞还是给他打了电话 接了见面的地点 见面之后呢 张勇就一直气冲冲的就问他 这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你到底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这下呢,阿霞心里面为奇迹了 他就说自己辛辛苦苦的挣钱 到头来话呢 你这么对待我 谢谢大家